回家 深夜11點多 紅衣婦人打開家門口 把一包包垃圾往外丟 我丟 我丟 我丟丟丟 婦人就這樣來來回回 一丟再丟 大半夜吵到不行 鄰居開門查看 發現有一大堆寶特瓶 被甩杯丟在馬路中間 想要勸阻 卻被婦人罵了回來 你沒有說到你來吧 婦人我行我素 把家裡的寶特瓶裝成 一袋袋往外丟 算一算超過二十包 散落在馬路上 員警到場時 並會發現行為人 會避免影響交通 先行將術包垃圾移至路旁 怕影響交通 警察便清潔隊員 把垃圾撿回去 暫時堆放在婦人家門口 在家裡 在家裡 三個房間還在家 鄰居說這已經不是婦人 第一次行為失控 而困擾的 不只台中大雅這一區的鄰居 經過雲林園長的駕駛人 同樣頭很痛 貨車上載滿甘蔗 數量是多到滿出來 車門完全關不上 甘蔗葉從上下左右 瘋狂炸出 而且它整輛車又很高 然後跟那個機車騎士 這樣騎過去 我覺得看得都有點嚇嚇 貨車疑似超載超重 整台車搖搖晃晃 看起來有夠危險 駕駛人紛紛閃避 就怕甘蔗掉落 慘被擊中 在兩邊留言在景城 台中雲林採訪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 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我都能夠 很棒 請進行 轉行 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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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